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们就是社会主流 参加了封建委医生在休斯顿中国城的迎接五年新春大会 包括封医生、周代表吴元芝 及即将竞选哈里斯郡长的年轻华裔周浩恩 乔社代表都在大会上恭贺大家新春快乐 诸事顺遂 我代表了休斯顿国际区 首先向封医生热爱社区之努力 表示由衷的敬佩 今天我们放眼看中国城际国际区 经过多少人的努力 洒下的血汗 把一片荒芜之地建造成修成经济之开模和示范 今天我们在庆祝农历春节之时 我们要再度向全美国的政客和执政者 表达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贡献和热爱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 我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只有到来的先后 没有任何人能阻挡和扭曲 所有人在社会上享有的权利 我们先见年轻华裔周浩恩 已经正式宣布参选哈里斯郡之公职 他的决心和勇气值得我们大力支持 包括投票捐款 缺一不可才有胜选之机会 疫情并未把我们打倒 我们要继续荣辱共存 团结起来才能成为社会主流之主人 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 现场直播的时政新闻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收看重播 别忘了按赞订阅美南新闻的YouTube频道 STV15.3 Houston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